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 軍武器言,你的節目主持Larry 這一節不是世界盤消息 這一節想和大家講一下海權論 包括我們講到很多時海軍發展軌跡 包括一個啡水海軍,我們叫中水海軍 他們通常都會傾向發展到綠水海軍 最後一定有一個夢想發展到南水海軍 今天會和大家講南水海軍有什麼好處 在外交上如何展現,以及最後面臨一些挑戰 開始之前,大家希望可以幫助like這條影片 讓我的推薦頻道可以看到我們高一點的位置 另外亦訂閱我們,按鈴鈴,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 好,我們開始今天的主題,講到南水海軍 我相信講到南水海軍,大家都會有感覺 亦都這樣說,你要數,南水海軍在這世界上真的不多 很多人去數,我相信大家的數都會數到美國 我相信英國也算是一支南水海軍 而另一個南水海軍,相信現在發展著 大家都知道一定會是中國 當然,如果你首先看老牌海上的強國 例如我們說英國 其實在一個世紀之前,英國皇家海軍 當時他們都擁有著全世界的海藥 當然來到今時今日,地位大不如前 現在取而代之就是美國的海軍 美國的海軍基本上整個海藥的指揮權 都差不多是屬於美國海軍 所以亦都令到間接令到美國 得到無與論比的一個國際影響力 這幾十年來,它的規模、複雜性等等 都令到華盛頓政府,無論在戰爭的時候也好 在和平的時候也好 都可以將美國的力量投射到全地球每個角落 當然我們現在都會觀察 就是其實現在美國的海軍 會不會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 會不會是面對著不同的海權國家的崛起 影響到他們的地位呢? 我們首先必須說一下 為何大家都對南水海軍這麼趨之若無 第一個項目很明顯的,這個不能走 就是這個地球有四分之三的面積 其實就是被海洋遮蓋了 所以這就沒辦法了 所以如果你是用一個陸機的部隊 基本上你不可以去到全球 所以你一個陸權的國家 怎樣大都做不到一個世界的國家 要做到一個世界的國家 一個世界的軍隊 你必須擁有海軍 還有一個很強的海軍 老實說你一個好的海軍 基本上這個世界哪個點 你都可以去到 重要的地方 重要的一些Water Passage 你可以去到 去做巡邏 去到不同的地方的人口聚集點 不同的海岸 所以真的擁有這一隊 南水海軍是很重要的 還有你會觀察美國海軍 基本上全世界都有軍港 全世界都可以停泊 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人口密集 有影響力 有經濟力強的地方 其實你都會看到 美國的海軍也無如忽界都可以去到 當然 亦都得益於航空母艦 例如我們說 他們一出發 所有軍艦都好 基本上都可以幾天之內 航行到很大塊的海域 例如我們說 第七艦隊等等的情況 所以你亦都不需要 每次看別人的面色 因為如果有海軍的話 其實海軍是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你見美國亦都將整個世界劃分 好像全世界都是它 你發覺劃分了不同的海域 有不同的海軍的艦艦責任區 我們說第二艦隊、第三艦隊 大家都經常聽他們說 包括在太平洋那邊 有第三艦隊 大西洋那邊有第二艦隊 再出一點點 去到中東 以往是美國的經濟利益、政治、外交利益圈的中心點 現在當然不算 但傳統來說 也有一個第五艦隊在建設 第六艦隊在地中海 不過不算是會有上次航母的情況存在 多數航母會經過特陸艦隊 有時都會上去支援北約 但其實另一個重頭戲就是第七艦隊 簡直有支旗艦會放在這裏 以前是華盛頓號 現在是Ronald Reagan 有機會在華盛頓號 又會回去 我們就盡管看看 是否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另外,海軍也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在噸位上做大型的運輸 一個很低廉的成本做得到 如果你要做空運和木運 有時都不太可能 所以你會見到美國的後勤補給 包括你見到現在有些新的 九萬噸的軍艦 Megle Keith 這個海上移動平台其實是很幫助的 另外亦有些少型的運輸 你見到可以衝上前線 幫助前線完言不絕做補給 所有戰爭大家都明白 其實打不只是前面的人打 當時後面軍用的所需 反藥、油、糧食等 所有東西都這麼重要 你要持續打一場仗 不只是打兩天 有時一打一打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一個月、兩個月、五個月都打 你這樣打的時候 你沒有supply 大家都知道 沒有軍響、士兵等 全部都明顯會視起低落 所以你會觀察到 有海的地方可以做到 維持戰爭所需的所需 有很多元素在裏面 我們看到美國的海上力量 我相信大家一提到美國的海上力量 第一個就不用考慮 就像美國總統所說 最近的航空母艦在哪裏 大家一想就想到航空母艦 這也是很難理解的 因為美國海軍的標誌 航空母艦 在任何戰爭中 你都會看到航空母艦 我們每次軍武器人一講 大家一講航空母艦 要想誰呢? 那就是戰神 全部都是這樣 很直觀的 你便會想到海軍代表什麼 航空母艦固然 也算是海軍的標標 因為我們經常說 制海必先制空 所以你有制空權 你必須有航空母艦 這是美國國內的異線地位 但Anyway 我們也觀察 美國海軍的構成 如果你說美國海軍的構成 其實有三部份 第一個就很明顯 就是很純粹的海軍 海軍第一個情況 就組成就是 Carrier Strike Group 我們講的CSG 海上打擊群 有機會我們再講 海上打擊群 以及以往的海上戰鬥群 即戰鬥群的情況是如何分別 簡單來說 通常CSG會包什麼呢? 會包一個Cruiser 提供德駱加級的指揮型 即是空中防禦的軍艦 神盾艦之一 接著有四至六艘 阿里巴克級的續艦 通常都沒有那麼多 通常靜路來看 都是兩艘最多三艘 今次很特別的地方 就在於戰神 卡爾文心號 真的一個Cruiser 有五艘Destroyers 理論上進攻的潛艇 即是我們講的攻擊型潛艇 即是維珍尼亞級 會有一艘 再加一艘補給艦艦 上面大概有75架飛機 其實是未必指的 有時多上來可以有90架 上面理論上做打擊的 海上打擊用的 即是我們常講的 達黃蜂、F35C 有四十四架左右 四個中隊 上面7500多一點 通常只有六千鬆少少的人數 但不一定每次都會用CSG 另一個我們稱為兩棲戰備群 兩棲戰備群 包括一艘兩棲攻擊艦 例如大家常見的黃蜂級 例如黃蜂號 AXS 或者我們講的Macon Island 等等 這些都叫做兩棲攻擊艦 上面可以具備F35B 即是垂降戰機 或者是AB8B 跟著一艘登陸艦 還有兩棲 即是雲書艦 上面五千人員左右 上面有很多直升機 主要是術直登陸 搶灘等等 這些情況 所以兼顧海空打擊力量 以及搶灘登陸作戰能量 這個就是一個很普遍的海軍配備 但海軍還有其他單位 包括海軍陸戰隊 它的角色都改變了很多 以往衝鋒陷 基本上是登陸每一個地點 搶灘 搶不同的軍事據點 一個一個搶回來 陸軍會後面進入 然後做駐守的情況 然後你也看到Coast Guard Coast Guard Coast Guard也算是軍事單位 但嚴格來說 它在一個編制上 又不是海軍的編制 但也可以這麼說 都是海軍其中可以海上展現力量 尤其是現在在南海 或者有爭議的海域 接下來它的重要性會越來越重要 除了以往 就是我們經常說 Coast Guard 做一些掃毒 可能捉捉一些國際禁運的船 現在可能有更多的動作 包括遇上南海海水民兵 可能有Coast Guard 或者中國的海警船 可能有美國Coast Guard 有機會做一個正面的衝突 當然另一個好處 例如航空母艦或者海軍 就是它可以做到一個起降平台 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大家發現 美國之前也說過 就是他們去打仗的時候 有時要問問對方 你可以借空軍基地給我嗎? 例如我們說海灣戰爭 即我們說波斯灣戰爭 如果沒有土耳其的協助 事實上你要打伊拉克 又會難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你需要在戰爭附近 要看有沒有平台作戰 例如我們說 當年的阿富汗 打阿富汗的時候 在附近要找一個基地 相當困難 大家看到全都是俄羅斯 伊斯蘭 或者伊朗的實力範圍 所以當時要找一個空中平台很難 所以航空母艦必定是 要做對阿富汗戰爭中 空中打擊的力量的來源 如果你說烏茲別克都開放 某部份的基地 要看一看臉色 所以有時候有些政治上的麻煩 例如你和伊斯蘭比亞太近 俄羅斯未必那麼高興 雖然伊斯蘭比亞某程度上 都算脫離了俄羅斯的控制 但是 都有機會製造Curic緊張 所以沒有一件事好得過 海上有個機場起起降降地做 當然如果海軍來說 海軍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前沿部署 不是每次在自己國家出發 可以把自己國家的部隊 擺到前線 可以經常地前沿防衛盟國 大家都知道 美國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前沿部署 不是只有海軍 理論上海軍陸戰隊的陸軍 都需要進駐這些國家 例如南韓 南韓很明顯 它有敵對的國家陣營 北韓 韓戰亦未完結 所以只是暫時停戰 未完結 所以南北韓對峙局面 其實都很有美國存在的價值 因為美國在此 北韓是否這麼輕鬆 便會攻打下去 這個伴索部隊 也是相當重要的 雖然人數上不是特別多 只是說幾萬人 但是這幾萬人已經很重要 即是北韓打下去 即是等於打美國 立即參戰 今時今日 不像70年前 打仗上來 不像以往那樣得心應手 另外日本當然也是 大量美國海軍和空軍存在 亦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說它控制日本也好 或者是它看著當年的蘇聯 紅軍 甚至乎現在崛起的家閣 都可以 但這種傳言部署 事實上亦是給盟國安心的情況 另外我們提到南水海軍 很多時候它們會發揮海上威懾作用 例如航空母艦 是一個很明顯的海上威懾力量 上面的打擊力量 我們都說過 一架可以教訓你 兩架可以嚇到你不敢出聲 三架就拿來滅地國 大家看看波斯灣戰爭就知道 出動到這麼多艘航空母艦 不是滅國那麼簡單 只是在做教育電視 教你如何做滅國的事法 當年相當恐怖 解放軍看見 都真的有所頓悟 立即要進行軍事改革 所以海上威懾來說 航空母艦是一個很好的打擊力量 每天出擊的架次 在說120至140架次 上面大家要想一想 這架機 和我們平均地 只是放500斤的炸彈 你去出動120次 大家自己計算一下 究竟可以令對方 失去多少重要的軍事目標 所以相當恐怖 另外也有海下力量 海下力量當然會包括 一些我們說說核威懾的力量 或者純粹威懾也可以 例如我們說 它下面可以有對陸攻擊的武器 例如惠珍尼亞級的武器 惠珍尼亞級的潛艇 當然它都可以發射對陸攻擊的飛彈 另外一個就是SSGN 我們經常說 例如俄海俄級 有四手 由彈道導彈潛艇改裝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這是核材彈跳躍的問題 所以有四手改裝了 變成射Tomahawk飛彈 所以你看到海上海下 基本上你看到也看不到 其實對威脅相當大 另外也有空中打擊的力量 空中打擊的力量大家都明白 水面打擊 剛才我們說過的情況 所以相當誇張 海軍航空兵 我們有介紹過 海軍航空兵 其實是這個世界上的第二空軍 所以你由它出動到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相當之恐怖的力量 當然南水海軍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將你們海下的威脅 尤其是核彈道導彈可以在前線部署 不一定在自己國家 你去到別人的國家前面也可以 突然浮上來發射一支 我們所說的彈道導彈 打到對方的時候 真的撤手不及 真的撤不及防 所以這種MAD 互相保證毀滅的設計 其實也是南水海軍的一個很大的貢獻 它可以保障到自己國家安全的位置 所以我們會覺得三維一體的核威脅 真正要做到真的只有南水海軍能夠 當然你也可以這麼說 例如中國現在發展那種核彈道導彈前頂 以及接下來巨浪三型的核導彈 可以在自己家門口射 但我們也要輕輕計過 如果以東風31AG 即那種彈體射程來做 其實要射到美國也是穩穩地 但你要發展到 好像陸機型那種 東風41 又好像沒什麼潛艇 可以擠得下這麼長的彈 其實13米真的可以說 彈道導彈潛艇的終極極限 即是我們所說的彈筒艙 長度 其實Tridon D5 都不礙於是 所以真的要用到這麼恐怖 東風41那種長度來做 真的沒有幾個藍水海軍做得到 但你會看到 例如美國或以往的俄羅斯 他們可以出到深陽 去到其他地方 不停地核彈潛艇的遊役 其實真的對敵國的MAD 我們說的互相保證毀滅 這個威脅很大 反過來這種恐怖平衡 又可以令世界和平 所以你兩體 藍水海軍 實際上這三位一體的核威脅 是真的幫得到手 另外海上的力量 有很多不同的投射 當然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們說的兩棲戰備群 我們剛才說的兩棲戰備群 其實可以投射到很多登陸的部隊 他們可以去到前線那邊作戰 例如我們說的直登陸等等 全部都是依靠很多不同的兩棲戰備群 他們去投射他們的武器 例如有時候可以投射到什麼呢? 兩棲攻擊的艦隊可以投射到一些戰機 例如我們說的F-35 BAB-8B 做一些空中支援的情況 另外海軍當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核武器 不過這個大家肯定不會承認 即是你問航母艦上面有沒有大麻痺 他一定不會對你說的 有點像中城局那種很無恥的說法 就是我又不會承認有 我又不會否認那些 他不會告訴你 所以其實我們都估計 航母艦上面應該會投射到一些B-61 但他從來都不會對你說的 又不會故意試射給你看看 那你就要猜猜猜猜的情況 當然另一個很有名的位置 就是Donald Trump和中國 我沒有記錯就是當時他邀請習近平去莊園 弗洛里達那邊 吃飯的時候就跟他說 吃吃飯吧 上半、下半場下半場跟他說 我剛才發射了很多TOMAHOCK 打擊了敘利亞基地和盟 這個就擺明大家都知道 整件事是明落中國臉的 即是告訴你 我即是一個吃飯中場休息時間 我order之後 我們的指揮鏈已經工作了 很快去61飛的飛彈 中了59飛也是差一點點 有兩飛不中 但是也是嚇死人的 所以你會見到這種海嘗 那種力量的投放是非常驚人的 另外亦都可以 即是我們說水下入面 其實亦都可以的 所以你會見到 藍書海軍事實上 他們的發展來講 真的令人的戰場過往 都是令人防不勝防的 另外亦都主要維持世界上的海運 和海上航道的安全 這個大家都在享受這件事 大家就不覺得 如果大家照幻想一下 你平時訂了的貨 就從海外寄過來 然後突然跟你說 不好意思 因為被海盜劫了 或者海上有些國家劫持了 你的貨所以沒辦法 如果這件事成為常態 我想水上的保險費會極貴 海上航行安全極低 令到運輸成本會大升 大家的生活就不像今天那樣舒適 所以這種你在享受 但不確的這種幸福 最好就繼續保持下去 而這股保護海道 即是海上的安全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 一些藍水海軍能夠做到的事 因為它真的可以在各大 不同的海洋穿梭 遇上任何問題 它便可以出現 你也握手著很多 這世界上很多不同的烟喉地區 例如你見到 直波羅陀海峽 或者你見到 英吉林海峽 波羅的海 這邊的出海口 你見到 阿丁灣 蘇伊士運河 你見到 福爾木之海峽等等 當然最重要的其中一個 大家都知道 就是馬洛克海峽 這些位置 巴勒馬運河等等 全部都是屬於 很重要很重要的 煙候地區 全球運輸的位置 是有人看著的 現在你看 例如英國的海軍 會不會看著 不會 中國將會變成 南水海軍 會不會走去看著 不會 所以其實都是 會滑下去 現在的一個 南水海軍 例如美軍 久不久 其實真是做一些事 包括有時突然見到 伊朗 好像有些非法槍械 去走私 捉他出來 有些地方好像有毒品 先搜船 又找到你出來 阿丁灣好像有些海盜 先看看他 不會死 真的射我們 捉你 你會觀察到 其實南水海軍都要兼顧 做這些海上 好像在做保安的工作 其實是很重要的 例如有時都可以上一些商船 去懷疑他 做和一些有禁運的國家 做走私生意 亦都可以捉住他 維持國際安全秩序的很重要一環 當然有一個大家沒有想過的 就是任何戰亂和災害 其實你要做人武救援 原來你沒有想過 海軍是可以非常快來正的 包括他可以提供 第一很多宿位 另外亦都可以有醫療的設備 一流的醫療設備 可以即時給災民 或者官兵馬上使用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它是一個 製造非常大量的食水 淡水的來源 因為它是核動力的 所以就不停製造淡水 給很多人 所以你會觀察 這是任何的戰亂 做人武救災這些 航空母艦過去是最快的 另外一個角度說 撤橋也是非常好 所以你會觀察到 航空母艦要用起來的時候 都不只是打仗 即是日常運作 它等於一個中型城市的發電廠 所以你會觀察到 所有中型城市要的東西 它根本都有齊 差到有不夠床位 有不夠地方 就被人用 當然另一個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上 有任何有主權爭議的地方 甚至乎我們說 水位吉出現的時候 你就必須大家去談 談完之後 我們就要看 國際法上面 如何做仲裁 通常國際法上面 如果仲裁的地方 例如說有些島 就不是島 有些礁就是礁 說明的時候 大家去執行的時候 但是如果有人都不聽過 那就要做一件事 就叫做自由航行 或者我們叫做無害通過 有時候有這些說法 你會觀察到 包括如果有一些 島不是島是礁的話 它不能夠享有十二海里 有效的領海範圍 所以必須要用自由航行的形式 通過讓你知道 是沒有這件事的 當然如果你們表示反對 可能你要做少少武力的干預 包括出動軍 軍機做距離 我們暫時見 通常美國做這個自由航行任務 時又比較少遇上這些阻滅 當然 南水海軍也能夠讓大家看到它的戰力 以及經常可以做一些海上聯合作戰演示的戰力 例如我們說到北約有些地方 其實是遠遠深受俄羅斯的困擾 例如我們說 斯坦丁拿維亞半島 或者我們說北歐這些地方 包括奴威、瑞典、芬蘭、波羅的海三小國 這些地方經常都受到俄羅斯前線的威脅 所以北約久不久就會做一些聯合演習 很多時候這些演習 你要做得好 包括有海軍、空軍的配合 海軍尤其是 因為海軍我們說過 他們是可以有制空的力量 有制海的力量 以及隨時都可以快速調動過 和陸機有不同的地方 他還可以移動 陸機有時都要受到對方的彈道導彈攻擊的威脅 但是現在利用彈道導彈攻擊 航空母艦就說沒有 不過城市的機會 大家相信有比較低 他走得動得 所以似乎 海軍現在做北約的支援力量 都幾是中堅的力量出現 南小海軍也可以展示外交實力 我相信這個大家一定會明白 包括以往來我們說 中國無論哪一次海峽危機 一次、二次、三次都好 每次你都看到什麼? 每次你都看到航母艦 這就是最近那次 最近那次你會觀察到獨立號 以及尼米之號 大家都在這裡 去台灣這邊 即是防禦 台灣這邊 那次是因為96年的台灣危機 如果大家有印象 如果大家有印象 都是展示外交實力 另一個也是處理危機能力 另一個就是Carol Vincent 2018年造訪越南 大家知道 美國和越南試過打一場仗 越戰 不可以說世仇 但也算是屬力 但是大家都肯放下成見 你看到Carol Vincent作為這個大使 以及我們就這樣說 其實Carol Vincent是戰神 戰神這個規格過去 第一,我也覺得很避免 第二,戰神是完全不失禮 代表著美國的國威 都是我們說的十首尼米之級的航母代表 所以去到大家都想得益彰 最重要是美國和越南這個姿態 告訴區域內的一些強權 例如俄羅斯和中國 我們和越南的關係是正在改善 改善後,其實在南海裡 將美國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例如Curtis-Rober 或者大家經常看到Cain 這些軍艦 經常穿越台灣內盒 這也是一個訊號給台灣知道 即是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也是堅如盆石 大家都記得今年 其實穿越了好像過了十次 所以一路來近 十一月一路 我們相信今年至少做大概十二次左右 或者十三次 很少穿過十三次 即是如一日非必要都不會 不過今年也有機會 穿越海有機會超過十三次 當然我們剛才說到 所有事情都是屬於 禍兵時代出現的事情 反而在海外戰爭 真的要打起上來的時候 當然海軍也是非常厲害的地方 包括當年美國調動了 5支的航母艦 上面亦有大量大家喜愛的 TOMCAT 去做一些地面轟炸的任務 這個都相當厲害的情況 海軍的調動也是十分迅速 海軍又要把陸軍的資源調到過去戰場 所以你說藍水海軍多麼厲害 連陸軍都要管 真的不是開玩笑 當然海軍的打擊力量很好 例如之後的戰爭 我們說過阿富汗戰爭也好 第二次的伊拉克戰爭也好 TOMCAT也好 其實航空母艦每一次都參與到海空打擊力量 另外我們說到海軍 其實有時都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區域內 有些強權出現了 其實他們的稱霸會影響到 美國及其盟國附近的海上安全的情況 很明顯其中一個 就是當時的北韓 試射飛彈的情況 又說自己是核彈 當然南韓和日本都屬於美國的民國 區域上會製造麻煩 所以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派了三支航母走過海 我們說過了 三支艦隊流滅國 所以這些位置我們相信 北韓當時都是比較安靜的 就是你派了核彈後 Anyway 你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強權 就是挑戰的美國 我們說主要有這四個 包括俄羅斯、中國、北韓和伊朗 而他們應該有時都有機會 尤其是中國、俄羅斯和伊朗 都會在海上一起做聯合軍演 中國和北韓、俄羅斯和北韓 或者伊朗和北韓其實都是各自有各的關係 包括有軍火走私、貿易、原油、技術 食糧等等不同的支持 大家就錯綜複雜地存在在一起 好,我們總結一下 南水海軍聽起來很強勁 但其實都面臨新世界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於海上強國的崛起 例如中國 中國的崛起 第一個很明顯是他們的造船能量 現在正在提升 都是世界上最強造船能力的國家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船廠 包括建民用船、軍用船、水面艦、潛艇等 但也會在這裏 一個為人稱道 就是他們現在不極地建立自己的航空母艦的艦隊 接下來 003 我們相信 2022年有機會下水 接著很快就 可能2024、25年已經進入戰鬥行列 所以 這個003 就為大家所期待 上面有三條電池彈射的軌道 令飛機能夠彈射 充分發揮他們的重型艦載機的威力 大家可以看到 殲-15如愛在天空磁程 和這裏的漏風空中爭霸 亦看到中國的海軍 其實規模現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已經超越了美國 即是三百多十個艦艦 我們之前也說過 所以這類的威脅 大家也觀察 這類的威脅 亦是很大 世界上最大的海軍 是否真的會讓美國覺得很大壓力 另外 亦有一些東風殺手的出現 專門是ABSM 凡是所有反立的彈道導彈 即使你測試 做到很粗疏也好 做到很細密也好 美國的情報都會了解 雖然不一定 成本力度高 但始終有的話 戰略威脅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A2AD 反介入區域拒止 這個阻嚇力 始終有 不過再大一點 我們觀察 就是高槍速武器的威脅 高槍速武器的威脅 尤其是俄羅斯和中國 亦在牽頭做一個不錯的成績 中國有東風-17 甚至中國亦會發展 將東風-17變成空射型飛彈 有機會 或者你見到俄羅斯 基本上都是三位一體的高槍速武器 所以對南水海軍 尤其是美國 帶來他們的反艦威脅 其實亦很大 最近大家亦有看消息 中國在新疆那邊 應該是郭壁沙漠那邊 做了一個好像美國的航母 此時還會移動 因為有路軌 它是打一些移動的目標 其實是指航母 其實針對性的威脅 意味很濃厚 是不是真的看著美國海軍來打呢? 這也是美國海軍要引以為鑑 不過你問我最大的敵人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最大的敵人 就是錢 主要就是美國海軍每一次都要勾錢 大家亦都看到 隨著冷戰之後 其實他們軍費佔他們的GDP 是一定的下降的 其實很正常的 你看過以往打仗的時候 上升到上升 十二十五都有的 一路一跌下來 理論上冷戰 其實一直都保持著大約五個百分比 大約這個位置 五個百分比左右的情況 冷戰之後就不同了 急急下降的 曾經跌到差不多二左右 現在你看到 很多都在哪裏 只有二至三左右 所以永遠都是那句 軍費就是軍隊最大的敵人 如果軍費不夠 就養不起那麼多強勁的部隊 所以這群國會大爺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如果這群國會大爺不承認 的話 預算不通過 你便是沒問題的 國會大爺要你的東西 你又不可以不要 例如他跟海軍說 我要給超級大黃蜂的Block 3 海軍說我不要 這是垃圾 我要來做什麼 我要來也不能增加戰鬥力 不好意思 我買你就要了 這個關係 真的是一個公養的關係 海軍只能接受 可能你拿了不用 你又會被GAO 即我們所說的審計署 又被打你了 然後國會大爺又被壓力了 所以有時候做軍頭 都是無奈的 你有提供的東西 人家有側給你用的東西 另外當然是領導人會有關係 例如大家看到 美國海軍 如果在無能總統的答應之下 是可以產生大量災難的 阿富汗撤退 大家也看到 海軍也算是這樣的 海軍 你看到 那個調配 始終中間都沒有掉落 你看到 阿森無威爾走之後 Ronald Reagan也是無鳳龍接到的 但其他就是 空軍基地那些 被他搞到不敢恭偉的情況 海軍陸戰隊也身受其害 有些同袍 都是喪生的情況 令人是額滿軟食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看到 這些都是美國海軍 或者納術海軍 經常性面對的問題 就是莫財 英國海軍一定對這件事 深深感受認同 好,這就是非常長的一集 我也說到一些稀奇 南水海軍在這個世界上 他的優勢 他的外交上的力量 以及他會面臨到一些挑戰 希望大家對 去建立一個南水海軍 他會有什麼利益 或者他有什麼地方 他們要面對處理 會更熟悉 大家希望幫忙看看廣告 另外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另外也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三十多元價錢 很支持我們每日用廣東話放送 大家也見過我 有時我們做完事後 都要努力做一個錄音 所以有時都準備得不太好 但也沒辦法 盡做我們 所以大家可以少少支持一下我們 當我們平時 你當我們好像開OT 做節目的情況 我現在不是孤家掛仔 所以沒有幾年前做的時候 時間上做得那麼爽 但我們盡做吧 這也是興趣 以及大家的愛好 另外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我們應該很快就可以突破到4萬的情況 我相信如果到4萬的時候 我也會做一個感謝的宣言 搞笑笑笑 但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例如當初做廣東話軍事節目的時候的心態 或者一路以來做的時候會面對的事情 可能跟大家說幾句的情況 另外大家也可以貨金 包括恆新人行、Paymeet、轉速費和PayPal的情況 下面大家也可以留言 可以說一些你有興趣的項目 其實這些項目 例如我們所說的南商開軍 或者是突然政治這些 其實都要找很多資料 其實最重要是找很多照片 要不然會一路說 相當悶 你看到的有些節目是一張圖 然後就去到尾 我們就不可能這樣做 另外我們要剪片 我又沒有這個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說一些你喜愛的項目 因為始終我們經常都說 這個圖很多時候 我一個人要做多一點點事 雖然我們有其他主持 但我們都不能不斷 abuse 主持狂做 例如三文英 幫大家挖料挖到 有時會吐血 Anson 兄 有時會跟大家說說英國的事情 試圖 正在準備一些專輯 說美國海軍的事情 VJ 大家也有眼見 知道做未來人做得相當好 他又非常繁忙 本身現在工作 看看有沒有機會 甚至是神秘學的內容 做多一點點 所以我都以不容辭 要做多些不同的題目 但真的是時間所限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分擔小弟的痛苦 可以在這裏應徵主持 應徵主持很簡單 你只需要WhatsApp我們 或者PM我們就可以了 你可以WhatsApp我們 Signal都可以 你可以找到我 跟我們討論 做節目的方向 大家互相share 廣東話沒有辦法 要靠我們傳承下去 好,節目來到這裏 大家幫幫忙 share和訂閱 我們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實際服務的消息 再見 拜拜